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' day, 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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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I work hard, I work hard every day, 耶耶耶耶耶。 广告继续浏览后续 11 月 14 日和 19 日,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队坐镇。 主场先后对阵巴林队和柬埔寨队,有主队球迷在播放国歌时发出嘘声。 而这一事件在过去数月来屡屡发生,与香港自今年夏天爆发的反修。 立抗议存在紧密联系,部分同是球迷的示威者在参加关赛中已携带。 反送中标语、高呼口号及演奏国歌时被对球场等方式抗议。 不少激进分子还以述中指等不雅方式表达情绪。 对此,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议球迷违反比赛秩序及安全规则,在比赛活动期间传递不当讯息为 由,向香港足总开出罚单。 涉及罚款金额为3万瑞士法王,约合23,8万港币。 对于再度被国际足协罚款,香港足总主席被军旗回应称。 我们已不止一次为违规球迷买单了。香港足总董事陈志康议题, 初,不反对球迷表达诉求,但希望爱护香港队的人要为自己的爱对。 考虑一下。他称,由于不是初犯,未来如果再次被罚,罚款的金额将会不断提高,最严重的甚至会被罚闭门做赛,相信没人愿意见到。 这个情况,希望大家认认真真去思考一下。 据了解,今年9月10日,本届史玉赛港族主场迎战伊朗队的比赛中,就有球迷虚国歌。 1.0月,FIFA向香港足总罚款1.5万瑞士法郎,约12万港元。 此外,国际足联还最新向此前对香港球迷做出侮辱性首饰的巴林球。 原赛易德巴克尔罚款3万瑞士法郎。 11月14日,中国香港队主场迎战巴林队的比赛后,巴克尔因对香港球迷做出瞇眼睛的首饰而被裁定有种足歧视行为,他本人为此被禁赛10场,而3万瑞士法郎的罚单为追加罚款。 C of Tromo, Newsletter Tit list of Tromo, Newsletter Text Tit list of Tromo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